第1186章你还是人吗 很快 沐北与水多多回道道眼宗 柯正番第一时间迎上来 哈哈笑着朝沐北 恭喜恭喜 成功拿下妖孽榜第五 妖孽榜第五 沐北拿下妖孽榜第五的事 已是传遍了修行界 他自然是得知了 下一刻 他目光落在水多多身上 这位沐北介绍到 妖孽榜第十 水多多 以前与我一起在九级学院修行 现在来加入道眼宗 柯正番顿时眼前一亮 欢迎欢迎 妖孽榜第十的水多多 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只是不知水多多来此事何故 方才相问 如今 得知沐北是带对方来加入道眼宗 他自然是很高兴 妖孽榜第十啊 这可是一个大天才 水多多行礼 很有礼貌地喊道 院长好 柯正番哈哈笑道 好好好 以后 你就住在 说到这里 他停下来 老脸稍微有些尴尬 道眼宗现在慌得很啊 就那么一间小破屋 没其他地方住了 沐北这时道 院长啊 不是我说 咱总该的翻心一下了 现在这样也太不像样了 耗子经过兜得骂一句 晦气再离开 柯正番善笑道 翻心翻心 立刻翻心 说动就动 当下 他便对道眼宗进行重建 以前 道眼宗收不到弟子 变得闲置着也是闲置着 相继被他拆去卖了 而现在 道眼宗有了两个新弟子 而且都是天才妖孽 宗门若不新建一下 确实说不过去 而新建宗门 对他这等四十一竞强者而言 倒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很快便有许多座阁楼宫殿立起来 墓北这时问道 宗主啊 咱宗有八维粒子宝地吗 八维粒子 这是八维修行所必须的东西 宝丹 灵药和宝兵 这些都可以没有 但八维粒子必须的有 他是为八维丹加入道眼宗 没有考虑过八维粒子 就算需要 他也可去万元阁的天子修炼室 可现在 水多多跟着他加入了道眼宗 这方面的问题 他便得询问一下了 以后修炼 总不能让水多多也自己想办法找八维粒子吧 不合适 柯正翻道 瞧你问的 好歹咱宗以前也是许灵宇宙的顶尖传承 虽然这些年来 电阁被我拆下来卖 虽然破损坍塌了 但八维粒子宝地这等核心 那自然还是存在的 只是被我封起来了而已 随时可以开启 他带墓碑来到此前那座小破屋下 连续截出几道树印后 地表浮出密密麻麻的纹绕 随后 这等纹络开启 露出一方被遮掩的宝地 顿时 十分雄浑的八维粒子弥漫出来 而这等八维粒子 比起许灵成万元阁的天子修炼室墙上好几倍 水多多赞道 真厉害呢 这可比九级学院的八维粒子农太多了 就算他们此前去的那楚旋灵秘境 哪里面的那些八维粒子宝地 八维粒子也远没有这般浓郁 柯正番自豪道 那是必须的 搁在以前 咱们到眼中的八维粒子宝地 在整个许灵宇宙也是数一数二的 墓北笑道 先修整这里吧院长 弄一座完好的宫殿出来 方便后续修炼 柯正番点头 好 这等事并不难 很快 这个地方建起一座大殿 大殿占地方圆数百丈 柯正番道 我去将其他地方修整出来 你俩就在这修炼吧 说完 他就出去了 翻修道眼宗 两个天才妖孽加入了道眼宗 尤其是有墓北这等旧级妖孽 他看到了无比光明的未来 一时间干净满满 大殿内 墓北看向水多多道 修炼吧 修炼 黑麒麟 修炼狂魔 锤多多点了点头 道 好的呢师兄 墓北围愣 师兄 锤多多眨了眨眼 现在不是在九级学院了 我后入到眼宗 自然地喊师兄 麻 墓北哈哈一笑 不错不错 有道理 多了个小师妹 水多多兮兮一笑 两人开始修炼 水多多兮那八维粒子修炼 主攻提升修为 而墓北则是盘膝下来 闭上双眼三物剑道 这里的八维粒子浓度 对现在的它已经很难有大作用了 它想着 将自己的剑道好生三物和淬炼一番 三物剑道 它已经许久未曾三物剑道和淬炼剑道了 时间流逝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的时间 它一直盘膝垫内 静静三物剑道 淬炼剑道 而这个过程中 它身上的剑微先是平缓稳定 而后便持续快速地提升 又过去一个时辰后 一股无比嘹亮的剑银自它体内冲出 生生将整个大殿崩碎 连同苍穹顶端的云层也给震得溃散 柯正帆冲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 水多多这时已经退出了很远 看着墓北眨了眨眼 墓北闪闪道 那的 没有控制好 柯正帆看着墓北 而后便感觉到了 墓北此时的剑微比之前强了很多 剑道明显有了一个直辩 顿时间 它瞪大双眼 你还是人吗 三个时辰啊 三个时辰 剑道就生出一个直辩 这特麻 物剑如喝水吗 单纯说物剑 那个盗剑体也是拍马赶不上吧 想到盗剑体 它突然有些惯喜起来 如果没有盗剑体 这一世 你的剑能毅力剑道之巅啊 盗剑体 天生为剑而生的体质 剑道无敌无剑可伤 只要修行剑道使用剑道 便对盗剑体起不到任何伤害 只能屈居盗剑体之下 垂多多道 院长 不能这么说 师兄可不是一般的剑修 我相信 师兄的剑无剑不摧 纵使道剑体也挡不住 他一脸严肃和坚定 他以前也觉得 与道剑体同处一室 木北的剑道无法绽放 最着木地光彩 注定会被道剑体压一头 但现在 他不那么想了 现在 他相信 哪怕是无剑可伤的道剑体 也绝对挡不住木北的剑 坚信 木北哈哈一笑 小师妹说得好 柯正翻一愣 而后也大笑起来 对对对 是我错了 道剑体算什么 木小子剑道无敌 水多多的话 让他也是受到了感染 在联想到木北此前的种种事 他突然间也觉得 哪怕是道剑体 当也绝对挡不住木北的剑 轰 突然 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响起 地表如水浪般剧烈晃动 第1187章有些过头了吧 三人看向轰鸣声传来的位置 那是许玲星最中心 哪里 一束纯白色光束冲破云霄 光耀十方 在那纯白色光束顶端 隐约可以看到一块白色金石的投影 而这块白色金石 仅仅只是投影而已 便使无尽虚空抖动 生出种种光辉 木北眸子一动 柯正翻道 气韵先时 凝聚成行了 气韵先时 由虚无缥缈的气韵凝聚而成 带超级重宝 木北招呼水多多 走吧小师妹 水多多点头 嗯 两人腾空而去 快速朝着许玲星中心而去 柯正翻字也是同行 三人速度很快 不多时便来到许玲星中心 前方是一片茫茫山群 山群十分广袤 其间山鸾叠起 每一座山鸾宛若是晴天神月 山群正中心 一方大密境内 一道纯白光束冲破宇宙 整个山群都被笼罩在纯白色光幕中 那最上空 气韵先时的投影无比耀眼 而此时 山群四周 各个位置已是站着了不少人 这所有人 只勾勾盯着气韵先时的投影 而在四面八方 不断还有其他人冲向这里 密密麻麻一片 很快 许玲宇宙的各个家族教派 以及出名的散修强者 全来了 气韵先时 这等重宝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 而不仅是许玲宇宙的这些强者 其他宇宙 包括第一宇宙的一些顶尖强者 此时也来了这里 当然 这些不属于许玲宇宙的强者来此 只是观战 不会争夺气韵先时 不合规矩 这里的气韵先时 是许玲宇宙的气韵所凝聚 属于许玲宇宙 其他宇宙的强者 若是动手争夺 便是坏了基础规矩 基础规矩 乃底线 一旦有人逾越底线 便会被定义为魔 将受到整个八维的敌视 水多多盯着那气韵先时投影 对木北道 师兄 你说 若是你抢到了气韵先时 会不会摔一跤都能捡到一颗八维单 木北被逗了了 这就有些过头了吧 虽说气韵先时能增强运气 但也不至于到那等程度的 水多多兮兮一笑 对生活要充满向往 木北哈哈一笑 对对对 你说的对 真若能有那般好 那可就真的美滋滋了 做梦都能笑醒 木公子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不远处 乔宇走过来 被他称作柳国的老者 一如既往地跟在身后 很快 两人走到跟前 木北笑着打招呼 乔姑娘 乔宇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木北身旁的水多多 水多多礼貌道 乔姐姐你好 我叫水多多 你真漂亮 乔宇原本是微笑 听着水多多的这般话后 笑容顿时展开 水多多可是一个大美人 一个大美人主动叫姐姐 称她很漂亮 是个女子都会很高兴 他拉起水多多的手 夸赞道 多多妹妹更漂亮 我叫乔宇 以后妹妹有什么需要 直接与姐姐说 水多多甜甜道 谢谢乔姐姐 木北笑了笑 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有冷意落在自己身上 他顺着那股冷意看去 就见蛟龙族族长和该族几个高层 正冰冷刺骨地盯着他 他写了言几人 而下一刻 他目光突然落在蛟龙族长身旁的一个黑衣男子身上 对方的腰气十分浑厚 而这并非最主要 最主要的是 他隐约间感觉到对方身上有一股其他能量 而这股能量 很惊人 乔宇道 他叫骄傲 据说蛟龙族为了赢下气韵 先时之争 用了各种手段将他的修为强行提升到三十一镜 另外 据说蛟龙族将一宗极密底牌加持在了对方身上 木北目光围动 极密底牌 这极密底牌 应该就是他所感应到的那股隐晦能量吧 他问道 那个极密底牌是 乔宇摇了摇头 这就不清楚了 木北点头 乔宇又道 百灵宫此番的最强者 名为木星 三十镜 为一种灵体 秦族的代表强者名为洛商月 三十镜 枪道出神入化 他说道 这两人很不俗 但 相比吉子健 米列和逐面那三人 却明显是不敌的 至于其他家族教派 并没有过于出彩的人物 木北点了点头 他看向其他位置 各个位置上 众人摩拳擦掌 极族 百灵宫 蛟龙族 秦族 六尔族 以及其他家族教派 所有人眸光炙热 通龙 这时 纯白光束再生抖动 顶端楚 幸运先时的投影更真实了 且 秘境内 其他画面也随着一起投射出来 其内 古老植株横成 神异仙草繁生 气象非凡 这些投影 自是基于气韵先时而生 没有人对此感觉惊奇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气韵先时 一个老辈强者盯着气韵先时的投影 最多在有半个时辰 便就彻底圆满了 可入内了 有人出生 此言一出 人群沸腾 曲林宇宙 以及族和六尔族等大族为首 顶尖大人物们相互对视了眼 各自点了点头 几个大人物一起喝道 静 嗖嗖嗖 曲林宇宙 一个个年轻修饰冲向纯白光束 那个位置有依屏障结界 乃气韵先时所运的气韵秘境结界 对岁月气息有极大的限制 三十岁以上的修行者 无法入内 转眼 一大群人冲入那气韵秘境 乔宇看向沐北 沐公子 加油 水多多握起两只小拳头 师兄加油 李能赢的 一定能 他也可以进去抢夺 但 他不选择去 用他的话说 他有自知之明 凭他的实力 压根与气韵先时无缘 不可能抢到 沐北点头 他踏入气韵秘境 此一踏入气韵秘境 顿时间 他感觉到了非常纯净且浑厚的灵能 空气带着一股暖洋洋的感觉 他朝前走去 很快 他走到秘境中心 此时 这里已经有很多年轻修士 格格精气神强盛 所有人盯着最中心 最中心 一口直径百丈的神拳横程 神拳上空四十九丈高处 一块婴儿拳头大的纯白金石悬浮着 无尽纯白光辉环绕 各种神奇异象环绕 气韵先时 这气韵先时 在慢慢变大 附近的纯白色光辉 在慢慢朝先时内涌入 俨然 当这些纯白色光辉完全涌入 气韵先时便就彻底攻城 此时 神拳边缘处 哪里已是站着了五道身影 吉族的吉子剑 六尔族的米列 蛟龙族的骄傲 百灵宫的木星 秦族的洛商月 五人各自间隔促杖 都盯着气韵先时 一旦气韵先时彻底俱成 他们会第一时间动手 木北安静地站着 观摩那块气韵先时 现在 旧事等 就在这时 地面突然一抖 不远处 一个体型修长的男子迈步而来 气势惊人 这等气势之强 引得所有人看过去 纵是吉子剑和米列 这等顶尖妖孽也不例外 木北也看过去 有一股冷意和杀意 锁定在了他身上 赫然是体型修长的 这段男子释放而出 而这男子 赫然是那竹灭 第1188章改名吹牛北算了 木北弹笑 有人来做死了 而这时 其他人发现了 竹灭是朝着木北走去 顿时间 不少人目光伪动 这些人清楚 竹灭是冲着杀木北而去 杀木北 此前在妖孽榜无比时 竹灭以神魂化身前往 被木北狠狠羞辱了一顿 当众羞辱 对于竹灭而言 这绝对是死仇 竹灭是绝对不会放过木北的 见之必杀 而此时 基于特殊的气域秘境 这等画面投影到了外面 外面的修行者们 皆能清晰看到 也能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 所有人通过投影注视这两人 木北 竹灭 这两人 一个近期杨明 是连妖皇殿都敢惹的狠人 同时也惹了蛟龙族 而招惹了这两个大族后 木北至今还活着 这就足够惊人 而另外一人 是早已威名传遍 使灵宇宙的顶尖妖孽 甚至连其他宇宙也知晓 被称作是八维宇宙境万年来最出色的妖孽之一 可以说 两人皆是非同一般 这般两人即将站在一起 自然是格外吸引眼球 竹灭此次是本尊清智 那木北的客魂宝兵无法再起克制之效 接下来的战局不知会是如何 应该会是竹灭胜出吧 阴阳同修 自成阴阳徒 年轻代中 当时只有吉子剑和米烈能真正与之一战 那木北很不俗 可感觉还是要差些 单就从妖孽榜判断 此前木北只拿了第五 而与竹灭相当的吉子剑米烈拿了第一 这就足以说明 真实战力方面 那木北要差上竹灭不少 确实有人议论 妖孽榜 此榜由三大圣地联名主持 排名是很有含金量的 足以说明许多东西 水多多 乔宇和柯正番 此时意识密切关注着 水多多攥着双手 师兄一定能赢的 乔宇点了点头 我也相信木公子能胜 气韵密境内 竹灭一步步走向木北 他眸子森寒刺骨 毫不遮掩杀意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很惨 想起此前 自己的化身被木北当众羞辱 他的杀意顿时暴涨 直肆毁灭火山喷发 刻刻刻 他脚下地面崩裂 裂缝如蜘蛛网般蔓延开去 气势者人 如此气势 令得附近许多年轻修行者心计 好 好强 这些人敢来争气韵先时 自然都不简单 可此刻却被逐灭散发出的气势震的发抖 只感觉一股两翼字脚底直冲头颅 电体声寒 木北直接隔空一拳轰向竹灭 少放狠话 这一拳出 一股磅驳全径席卷向竹灭 顷刻极致 竹灭同样一拳轰出 全径征腾 两人的全径撞在一起 轰 伴随一道暴明 周盼空间扭曲 一股股狂暴 飓风直接卷起 这等飓风带着残余全径荡向四周 声声将附近的其他修饰阵飞 隔个口鼻涌血 唯有吉子剑 米烈 骄傲 木星和洛商月 这五人没有被震退 定定站在原地 这一幕 让被震飞的人隔隔惊悚 骇然地看向墓北与竹灭 他们这些人 是要与这等人争夺气韵先时 这两人 仅只是全力碰撞的余威 他们便承受不住 这怎么争 而且 除了这两人外 还有吉子剑五人 这七人 恐怕都是怪物级别啊 争 根本争不了啊 强行去争 会死的 有年轻才俊狠狠咽了口唾液 我 我还是不争了 不争了 我 我也不争了 我退出 其他人相继出生 气韵先时虽然珍贵 却哪里有命贵 命一旦没了 那可就什么都没了 这些人第一时间后退 不过却没有退出气韵秘境 而是退出足够远后便停下来观战 而这时 墓北与竹灭已是再次斗在一起 两人只是简单出拳 未动神通宝树 可那纯粹的权力却也是极强 阵列一寸寸空间 砰 砰 砰 论响一道道传出 两人激斗 片刻后又是同时一拳轰出 拳与拳紧紧抵在一起 可 两拳旁边 空间当场崩溃 竹灭森寒地盯着墓北 肉身勉强不错 值得夸 墓北拳头围抖 砰 竹灭暴退 这一退 直接退出七丈远 墓北看着他 不好意思 我刚才连一成体能都未寄出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我只略为出手 便是你的体能极限了 远处众人集体发萌 这话好装逼啊 他那话真的假的 纯粹的体魄能力 连一成都未寄出 吹牛的吧 我觉得有些吹牛 妥妥的吹牛啊 放在这个境界 就算是十二王体中 以肉身称尊的蛮王体 那也绝对没有这等离谱肉身吧 传说中的轮回体估计都得靠边站 就是 改名吹牛北算了 一些年轻人小声道 墓北惑得看过去 戏脑道 刚才谁说的吹牛北 给我站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他 远处众人 轰 这时 一股狂暴神能冲销而起 逐灭头顶 一张光图凝聚而出 浩荡着雄魂阴丽卓阳丽 阴阳图 有人经道 阴阳图 阴阳门有阴法和阳法 普通人只能修其中一种 纵是此宗的创始始祖也不例外 然而 逐灭天纵其才 不仅阴阳同修 且将阴法与阳法完美融合 自成阴阳图 威压同代 翁 逐灭头顶 阴阳图轻轻一抖 周盼的灵气和各种能量粒子 顿时蜂涌而至 使阴阳图的气势顷刻暴涨 有一股磨灭一切的威势弥漫出来 他冰冷地看着墓北 我不擅长肉身 让你占了些许便宜 现墓北打断他的话 若就是若 说什么不擅长 闻周周的 远处众人 这人嘴巴好毒啊 竹灭脸色阴沉 下一刻突然消失在原地 直接出现在墓北跟前 死 他单手朝下一画 头顶的阴阳图飞速旋转 静直阵向墓北 墓北抬手 朱节剑瞬间出现在手中 他随手一箭力劈 朱节剑与阴阳图撞在一起 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 周盼空间直接坍塌 下一刻 阴阳图突然一分为二 阴图居左 阳图居右 避开朱节剑后 呈左右合为之势展向墓北 气势强盛 速度惊人 第1189章 看看能在我手中撑多久 墓北面不改色 下一刻 阴图与阳图斩中他身体 不过 却是穿透了过去 众人动容 惨隐 而这时 墓北真身出现在竹灭身后 朱节剑直接斩向对方脖子 就在这时 竹灭身后 另一张阴阳图突然显化出来 朱节剑斩在阴阳图上 而这时 竹灭一拳轰向他 这一拳轰出 胖派阴阳气化作一道光束 直接轰向墓北面门 墓北左手并剑指朝前一次 一道缭绕雷光的金色剑气积射而上 金色剑气与阴阳光束撞在一起 吃 剑气与阴阳光束同时粉碎 这时 竹灭身后 此前分开的阴图与阳图 如利刃般斩向墓北头颅 顷刻极致 墓北眸子一动 两道眸光滑出 化作两道灵力剑气 两道剑气一左一右 分别展向阴图和阳图 下一刻与阴图阳图撞在一起 吃吃吃吃 两道剑气粉碎 阴图与阳图也粉碎 墓北一斗朱节剑 一股剑一扩散 生生震开逐灭即出的第二张阴阳图 随后 他一剑朝对方立踢 逐灭一拳轰上去 这一拳轰出 拳端出现一张迷你阴阳图 迷你阴阳图迎风渐长 转眼化作直径杖许 阴阳图与朱节剑再次相撞 双方抵在一起 步相上下 而这时 竹灭身后 一面古镜浮出来 古镜上遍布气纹 使一出现便散发出一股汹涌的阴阳能量 俨然 这面古镜被他祭练了许久 古镜冲到他头顶杖许高处 镜面对准墓北 一束阴阳光城扩散式淹没向墓北 墓北珠节剑一抖 成片剑芒乍线 迎上古镜阴阳光的同时 有一部分也展向竹灭本人 双方碰撞 轰 惊人的暴鸣传出 周盼空间成片的扭曲 刷刷 两人同时消失 下一刻 当当当 剑与镜碰撞的金属声不断传出 四周空间不断崩裂 一股股飓风随着朝四周席卷 布箱上下 正面一站 那个墓北 居然完全挡住了那个竹灭 这 许多人吃惊 就在这时 嗡 如亿万飞鸟阵翅的声音响起 神泉周盼 所有纯白光辉于这一刻 全部涌入气韵鲜石 刹那间 气韵鲜石绽放齐光 四周浮出种种仙灵神异象 所有人看过去 双眼绽放金芒 成了 气韵鲜石 于这一刻彻底圆满 嗖嗖嗖嗖嗖 破空声响起 神泉旁边 极子剑 米列 骄傲 木星和洛商月旗 启动起来 冲向气韵鲜石 而与木北站在一起的竹灭 这一刻也停下手 化作一道阴阳光照气韵鲜石冲去 气韵鲜石 此时 这个最重要 至于沙漠北 之后有的是时间 米列抱贺道 气韵鲜石属于老子 兜滚 他通体绽放璀璨光辉 这等光辉刚猛霸道 同时朝极子剑等人卷去 极子剑 毛子冷酷 体外气息如剑 米列的宝灰卷到跟前 刹那湮灭 骄傲冷亨 一天妖光大浪浮出 刹那间击溃米列卷过来的霸道金刚辉 木星 若商月和冲过来的竹灭 亦是各斩手段 震遂米列的攻击 六人急速冲向气韵鲜石 同时 相互发起攻击 通龙 六人都是年轻代的超级强者 这一动手 四周空间顿时无法承受住 不断崩裂 下方的神拳也随之沸腾 远处 退出争夺的年轻俊才们紧紧盯着 而气韵逆境外的众人意识一样 通过外界投影 一眨不眨地看着六人 所有人不自觉地生起紧张情绪 气韵先时 这等重宝的争夺 万众瞩目 就在这时 相互攻击着冲向气韵先时的竹灭等人 突然间起起脸色一变 仿佛是察觉到了某种大危险 同时抽身击退 而就在他们后退的一瞬间 他们方才的位置毫无征兆地出现剑光 割裂了哪里的空间 而下一刻 气韵先时旁多出一个人 这个人 正是木北 此前与竹灭一战 他挥动朱节剑时 展出了不少隐形剑气 这些隐形剑气就围绕在气韵先时周围 六人冲过去时 这些隐形剑气便是发动 直接逼退了六人 而他 则趁机已轮回步急速而上 直接来到气韵先时跟前 他一把握住气韵先时 握住这块气韵先时的瞬间 他顿时感觉有股暖流将它包裹住了 让他感觉着自己与天地似乎生出了一种清和感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虽不曾让他有实力上的提升 但感觉就是比握着他之前好了许多倍 就好像是突然从冰寒刺骨的深渊 来到了四季如春的神谷 这难道就是气韵加持的感觉 他轻语 而这时 所有人动容 气韵先时被夺到了 只一瞬间便被墓碑抓到了手中 方才那些剑气怎么回事 是那墓碑展出的 可 他刚才好像没出剑啊 而且 那些剑气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还有 他刚才的速度好快 我都没看清他怎么移动过去的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气韵先时现在被他握在了手中 这其实也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他最后能否握得住 竹灭吉子剑 米列骄傲 沐星和洛商月 这几人可不会任他带着气韵先时离开 有人道 蛟龙族族长 吉族族族长和六尔族族族长等人 这一刻葛葛眸子凌厉起来 透过投影死死盯住墓北 盯住墓北手中的气韵先时 气韵先时的争夺 还没完 谁能最后带着他走出来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水多多 乔宇 柳伯和柯正番 四人透过投影 有些紧张地看着墓北 墓北此刻虽然已经握住气韵先时 但却还未真正胜利 接下来才是最关键 而接下来 也是最残酷的争锋 墓北一人 将面对吉子剑等人的联合攻击 而这时 如他们所想 逐灭吉子剑 米列骄傲 沐星和洛商月 这六个年轻带顶尖强者 齐齐锁定了墓北 格格散发出极其凌厉的气势 墓北看向六人 他自然知道 这六人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他收起气韵先时 看着他们道 一起上吧 看看你们能在我手中撑多久 第1190章那你看好了 众人瞪眼 面对竹灭和吉子剑等六大顶尖年轻强者 墓北居然道出一句 看你们能在我手中支撑多久 狂上天了啊 他是怎么敢说这话的 装逼装得过头了吧 有人道 米列六人更是目光冷漠 下一刻 六人同时动了 冲天而起攻向墓北 墓北淡笑 握着的朱节剑一松 朱节剑腾到他头顶杖许位置 随后 朱节剑一阵 这一阵 坑 剑鸣刺耳 以朱节剑为中心 密密麻麻的金色剑气 蹦剑而出 如暴雨般朝六人倾泻而下 剑威滔天 如此剑威 令所有人脸色其变 有人心计 他之前与竹灭一战 竟然 远远没有动用权力 这个时候 墓北散发出的剑威太恐怖了 害人听闻 竹灭等人意识动容 同时施展手段抗衡 迎上次高空倾泻而下的金色剑气 下一刻 砰砰砰砰砰 竹灭 米烈 骄傲 沐星和洛商月 这五人齐齐被轰落虚空 这让众人心计 年轻一代的五个顶尖强者 一个照面就被击退 有人这时指向高空 看哪里 高空上 极子剑迎着金色剑气而上 那些金色剑气落在他身上 直接便是化作能量光 涌入了他的身体中 那些剑气 被吸收了 这就是道剑体啊 号称为剑而生的体质 剑道无敌无剑可伤 这果然是这样 许多人直直盯着前方 而这时 极子剑出现在墓北杖许外 他神色冷漠 达到这个位置后 右手猛的并剑指朝前一次 这一次 一道剑光包裹着他的身体 瞬间来到墓北进前 墓北侧身避开 右手并剑指移化 这一画 金色剑气如金涛海浪搬卷向极子剑 剑威射人 这等剑威 让一些三十三镜强者都惊悚 只觉得会瞬间被撕成碎片 他真的只有十九镜修为 十九镜的修为 怎么可能有这般力量 必定是遮掩了修为 绝对的 有修行者议论 而这时 金色剑浪抵达极子剑跟前 旧剑极子剑根本不闪避 正面而上 任由滔天剑浪落在他身上 而后 这些剑浪直接没入他身体中 不曾伤到他一分一毫 下一刻 他出现在墓北跟前 依旧是并剑指疑似 直及墓北眉心 墓北抬首格挡 剥开极子剑这一剑指的同时 一股剑浪以他为十点眷开 这股剑浪再次淹没几子剑 然而 没用 这般凌厉的剑浪 足以轻松斩杀三十三镜强者 可落在几子剑身上时 却丝毫伤不倒对方 反而是被对方吸收后 让对方身上的剑微变得更强 这 真的是无剑可伤啊 道剑体天刻剑修 那墓北很强 但 他是剑修 必败无疑了 有修行者道 几族族长一席赤袍 面带微笑 几子剑 此乃他几族有史以来的第一妖孽 道剑体一出 天下剑修谁不臣服 谁人能挡 只要你是剑修 再道剑体跟前 你就得臣服 乔宇和水多多这时候流露出担忧 柯正帆也是紧皱着眉头 墓北的剑很强 可现在 墓北的剑却真的难以伤到几子剑 水多多攥着双手 我相信师兄 师兄的剑一定能镇压他 墓北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惊喜和震撼 就算是天刻剑修的道剑体又如何 他相信墓北不会败的 一定可以压制道剑体 乔宇眼中也是交织金芒 透过投影一瞬不瞬地看着墓北 我也相信 他忘不了墓北去魔派救他的画面 超越八维的魔 墓北轻易变击杀 虽然墓北称是有对墨无敌的特殊手段 但这也足以体现墓北的不一般 墓北 就是不一般 他相信 就算是面对天刻剑修的道剑体 墓北依旧可以赢 而这时 神拳旁边 米列和骄傲等人停了下来 战时没有动手 由天刻剑修的几子剑先镇压墓北 而后他们在动手争夺气韵先时 无疑是最佳选择 哪怕是无比仇视墓北的逐灭 此刻也是按耐着没有动手 相比杀墓北 气韵先时更重要 坑坑坑 剑气蒸蒸而鸣 墓北的金色剑气席卷 几子剑的银色剑气蒸腾 两人不断交锋 这个过程中 墓北的剑气虽然凌厉 虽然一次次斩在几子剑身上 但却始终伤不倒极子剑 反而是相助极子剑的剑威在提升 半想后 坑一股极端恐怖的剑威 自极子剑体内传出 这一刻 他如一柄绝世神剑出鞘 杀伐剑威滔天 他神色冷漠 宛若大罗剑神降临尘世 一步步朝墓北走去 剑到我无敌 剑修的你纵然在耀眼 与我跟前也如沙力 他手中凝聚出一柄银色剑气剑 踩着虚空 一步步朝墓北走过去 今日斩你 既为气韵仙石 亦为子和之死 他是盗剑体 天刻剑修的盗剑体 剑到无敌的盗剑体 而墓北 是剑修 这一战 不会有任何悬念 他可轻松震杀墓北 拿下气韵仙石 墓北笑了笑 陪你玩玩而已 真以为吃定我了 极子剑淡漠地看着他 嘴硬没有意义 若有手段 你尽管使出来 我等着 墓北看着他 那你看好了 说完 他瞬间出现在 极子剑跟前 速度之快 宛若瞬间移动 极子剑动容 刚想动手 墓北的右手 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啪 耳光声响亮 极子剑横飞 这一横飞 直接横飞出去十几丈 极子剑快速 稳住身形 而他刚稳住身形 墓北便已是 又出现在他跟前 第二季耳光甩在他脸上 啪 极子剑再次横飞 极子剑发出一道大吼 这一次紧紧横飞出去 三丈远便是稳住身形 而后猛地朝墓北看去 这一看 并就发现 墓北已经又一次站在了他跟前 你 墓北挥手 第三季耳光落在他脸上 啪 耳光声极其响亮 极子剑再次横飞 而这一次 有牙齿混合着血水落出来 第1191章可要一一尝试下 所有人动容 一个个睁睁然 那个道剑体极子剑 居然被剑修的墓北连续抽了三个耳光 整个过程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完全反应不过来 他那速度 好 好快 怎么会那么快 不用剑 他只靠纯速度压制了那的极子剑 许多人心计 墓北方才展现的速度太快了 快得让人看不清一栋轨迹 纵使一些40镜以上的强者也吃惊 而极族的组长 对方此前脸上的笑不见了 这个时候脸色阴沉了下来 墓北当众抽极子剑三个耳光 这可不仅仅只是在抽极子剑的脸 更是在抽整个极族的脸 丢脸 极族丢脸了 乔宇和水多多则是有些激动 水多多道 不愧是牧师兄呢 通过投影 他们紧紧盯着墓北与极子剑的战斗 这时 极子剑稳住身形 脸色变得有些铁青起来 他获得盯住墓北 力声道 宰了你 坑 一股狂暴剑微自他体内弥漫而出 他单手晴天 一柄惊人的神能蜜剑凝聚出来 而后猛的一剑劈向墓北 这一劈 一道足有十丈的剑气静直落向墓北 沿途空间齐齐崩溃 如此一剑 让许多三十三镜的老辈强者感觉惊悚 只觉得根本扛不住 粘之极灭 转眼间 十丈剑气抵达墓北跟前 这时 墓北一拳轰出 不带任何神能 就是纯肉身的一拳 下一刻 这一拳与十丈剑气撞在一起 吃 十丈剑气当场粉碎 而后 墓北隔空又轰出一拳 这一拳轰出 一股霸道拳风席卷开去 转眼抵达吉子剑跟前 砰 吉子剑瞪瞪瞪后退 这一退 足足退出十丈远 众人瞪大双眼 纯肉身群力 粉碎了那道剑气 纯粹的拳风 震退了那的吉子剑 这 此前 他与竹灭对战 称连一城的体魄力都未使出 好像 好像不是吹牛啊 众人倒吸凉气 即速度压制吉子剑之后 墓北又以纯肉身之力压制了吉子剑 吉子剑面孔变得有些猙獰起来 他突然右手一须抓 一柄银色战剑出现在他手中 银色战剑时一出现 他所散发出的剑微顿时暴涨 如火山喷发一般 他一跃而起 刹那间出现在墓北跟前 手持银色战剑朝墓北立劈 死 一剑之下 空间展开一条大裂缝 墓北一动不动 下一刻 他身前出现一张光图 四项封印 吉子剑的一剑 落在四项封印上 而后 喷 吉子剑如稻草人般横飞 还在空中便大口吐血 狼狈不堪 而四项封印的出现 更是让许多老辈强者瞳孔走缩 流露出震惊 一个顶尖强者直勾勾盯着 墓北身前的四项神徒 那是四项封印 旁边有人不可置信地道 没错 是四项封印 与古籍上描述的一模一样 此画一出 影得一个个修行者脸色惊殿 四项封印 传说中 人亡大弟子的成名神术 可封印一切 镇压一切和反弹一切 微能无限 如今 这等传说中的神术 居然现世了 墓北 居然会人亡大弟子的成名神术 吉子剑这时稳住身形 实践的手虎口崩裂 血水不住地流淌 他又惊又怒地盯着墓北 墓北看着他 速度 肉身 神通 我能镇压你的手段还有很多 要不要一一尝试下 吉子剑长红了脸 似是有些激怒攻心了 朝墓北目吼道 有种你用剑 敢不敢 这话一出 许多观战的人面面相去 这话说的 有一些无赖 你是盗剑体 无剑可伤 人家有其他手段收拾你 你却说什么有种用剑 这不是扯淡吗 这可是生死战斗 以为玩游戏 就算玩游戏 也不带这般的 墓北却是笑了笑 看着吉子剑道 你真以为 你的盗剑体无剑可伤 他抬手 剑之神种出现在手中 随手展出一剑 这一剑展出 一道金色剑气 一瞬间落向吉子剑 吉子剑脸色争鸣 不闪不闭 下一刻 金色剑气落在吉子剑左肩 扑 吉子剑的作弊 其间断开 血水喷涌而出 随后 剑微余力拖着对方横飞数十丈 所有人变色 格格睁大了双眼 盗剑体 吉子剑 居然 被剑伤到了 这 怎么可能 盗剑体不是无剑可伤的吗 此前 那墓北的剑也确实是无法伤到他 怎么现在却 所有人震撼 所有人疑惑 盗剑体 天生为剑而生的体质 于剑道上足以压制所有剑修 可以说是万剑之王 可如今 墓北的剑却伤到了对方 一剑斩掉了对方一条手臂 这一幕 一时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垂多多有些激动 师兄的剑果然不一样 墓北此前称 自己的剑不一样 盗剑体也能镇压 果然是啊 墓北 用剑斩伤了盗剑体 柳伯争睹 可怕的男人 而这时 以及族族长的脸色最难看 难看到了几点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忍不住怒吼 相比此前吉子剑被速度 肉身和神通压制 这个时候的这一幕 最让他无法忍受 吉子剑是盗剑体啊 现在却居然被墓北一剑伤到了 墓北那一剑 不仅是打破了盗剑体 无剑可伤的神话 更是让他吉足又挨了个耳光 大耳光 吉子剑这时稳住身形 脸上流露出震惊和愤怒 忍不住嘶吼道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用剑伤到我 他是盗剑体啊 剑到无敌的盗剑体啊 怎么可能会被剑所伤 不应该的啊 不可能的啊 墓北看着他 手持剑之神种的空力梯 一道金色剑起席卷像吉子剑 他的剑之神种上可是有轮回印记 管你什么盗剑体盗神体 轮回印记下无物不破 无物不展 下一刻 金色剑气抵达吉子剑跟前 吉子剑狂吼 猛的一剑力劈 与金色剑气撞在一起 痴 金色剑气粉碎 而吉子剑却也是倒退数十丈 他快速稳住身形 如猙獰的野兽斑钉住墓北 你必须死 必须死 他是盗剑体 这世上 绝不能存在一个人能用剑伤到他 绝对不能 墓北必须死 他一跃而起 浩荡起滔天剑威 目展墓北 第1192章关我剑什么事 墓北弹笑 他手中的剑之神种随手一挥 这一挥 大片剑气倾泻而下 吉子剑持银色战剑 人剑合一 与这些剑气撞在一起 砰 吉子剑横飞 下一刻 他快速稳住身形 一声狂吼下 再次朝墓北扑过去 他散发出更强的剑威 这个时候眼睛都有些发红了 墓北的存在 他接受不了 不能接受 墓北的存在 就是在否定他的存在 坑 他以身化剑 剑威滔天 直思一柄破神杀剑刺破宇宙而出 霸道至极 墓北不闪不闭 灰剑迎上 而也是这时 嗖嗖嗖嗖嗖嗖 竹灭 米烈 骄傲 沐星和洛商月一起动了 墓北的强大 五人已是看了出来 作为盗剑体的吉子剑 竟并没有绝对压制墓北的能力 这个时候 为了气韵先石 他们的先合力解决墓北 迎着这五人杀来 墓北丝毫不拒 右手持剑之神种迎上吉子剑 他另一手挥拳 一拳轰出 全力澎湃 如骇浪般的群力 下一刻落在竹密五人跟前 砰砰砰砰砰 五人齐齐横飞 而吉子剑迎上墓北的剑气 意识不敌 被震得狼狈后退 墓北毅力高空 俯视六人道 还是那句话 我只略为出手 便已抵达你们的极限 远处众人倒吸冷气 之前墓北说这话 他们认为墓北是在装 可现在看来 墓北没有装啊 这好像是实话啊 米烈力喝 狂妄东西 他一跃而上 冲向墓北 墓北随手一掌压下 一股雄魂掌力 顿时落在对方跟前 米烈不闪不闭 喝道 金刚不灭 开 他的身体突然绽放 啄目之光 任由雄魂掌力 落在他身上 吃 雄魂掌力湮灭 有人惊呼道 金刚不坏神法 金刚不坏神法护体 米烈继续朝墓北冲去 完全不避墓北的攻击 下一刻 他冲到墓北跟前 而刚一冲到墓北跟前 一道金色剑气落在他身上 扑 金色剑气自他腹部贯穿而过 雄魂力道拖着他的身体狠狠撞在地上 令方圆数十丈的地面坍塌 碎石似箭 米烈大口吐血 脸色顿时苍白起来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墓北 我已将金刚不坏神法修制小城 刀枪不入 你怎可能这般轻易地伤到我 这不可能的 墓北扫了他一眼 刀枪不入 关我见什么事 米烈睁住 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 远处众人一愣愣的 这话说的好像 似乎没啥毛病 不少人无言 六尔族族长和一众高层 此时脸色也是阴沉起来 自己一族最杰出的妖孽 得到远古大能传承 修金刚不坏神法 此法号称万力不轻防御无敌 可如今 却居然扛不住墓北的剑 乔宇和水多多有些振奋 乔宇道 不愧是墓公子 号称剑道帝皇无剑可伤的道剑体 墓北一剑斩下对方一臂 号称万力不轻的金刚不坏神法 远古大能传承 墓北一剑击溃 强 真的强啊 通龙 这时 竹灭突然间一跃而上 眼神变得极端猙獰 阴阳九转 随着他话音落下 九张阴阳图显画出来 九张阴阳图 从九个位置朝墓北席卷而至 镇压了墓北四周每一寸空间 墓北随手一扶 四项封印旋转着迎上 痴痴痴 九张阴阳图瞬间崩溃 而这时 竹灭抵达了墓北跟前 眼中弥漫出狂暴杀意和争吟 阴阳玉 开 四字落下 顿时间 一方领域随之拉开 静止将墓北笼罩 这领域内 阴厉与阳厉遍布 汹涌筐派 如此一幕 令来自第一宇宙的许多顶尖强者都动容 这领域很强 有老一辈的强者审声道 逐灭猙獰的盯着墓北 此法 我刚悟出不久 你能死在他之下 是你的荣幸 不久前 他发现一座古迹 古迹上纪载着一棕大树 通过这树 他将自己的阴厉与阳厉继续开发 锻造出了这阴阳玉 阴阳玉一出 镇压瓦解一切 墓北处在阴阳玉内 顿时感觉身旁的空间沉重了数十倍 他甚至有些无法在虚空上站稳 有一种将要坠落的感觉 而那奔腾的阴厉和阳厉 更是干扰着他的感知 让他无感似乎将要封闭 他淡淡道 还算不错 下一刻 他见玉一盏 霸道剑威请客弥漫开来 膝带九种不一样的剑义威士 刹那间撑破阴阳玉 砰 竹灭暴退 大口吐血 他惊骇地盯着墓北 你 他的阴阳玉 居然被墓北一击就崩碎了 就一击 他面孔变得更加猙獰 一时间变得有些癫狂 使得那面古镜爆发出滔天阴厉与阳厉 疯狂朝墓北冲去 死 给我死 与此同时 吉子剑也扑向墓北 称其一方霸道至极的剑狱 杀 墓北一剑横斩 这一斩 剑芒如星河浪潮 瞬间将两人淹没 砰 砰 两人横飞 大口吐血 两人快速稳住身形 而这时 墓北突然出现在竹灭跟前 竹灭蹊跷涌血 脸色为之一变 下意识朝后退 不过 才刚退出一步 墓北的剑便是斩在他脖子上 扑 竹灭脑袋飞起来 嗖 他神魂飞出 面露惊悚 快速朝远处顿走 只是 刚有动作 便被一股霸道剑威禁锢 他神魂发抖 这时候有些害怕了 看着墓北道 你不要乱 墓北挥剑 一道剑力刹那间落在对方神魂上 痴 竹灭的神魂瞬间崩碎 远处众人齐齐一抖 竹灭 阴阳同修 自成阴阳图 称得上是八维促万年来的超级妖孽了 如今却这般被杀 点杀 另一边 吉子剑这时也是惊悚了 他愿毒地看了眼墓北 掉头就跑 墓北随手一展 一道金色剑气瞬间抵达对方跟前 吉子剑闭无可避 狂吼着一剑猛劈 下一刻 他手中的银剑与金色剑气撞在一起 当银剑刺他手中被震飞出去 而他本人也是瞪瞪瞪后退七步远 他稳住身形 而刚稳住身形 墓北便是出现在了他跟前 吉子剑变色 下意识抽身顿离 不过才刚有动作 一道金色剑气便是落在他眉心 静止贯穿而过 扑 血水泵剑出来 带着些许白色脑浆 嗖 他神魂飞出 想要逃顿 却瞬间被一股剑一定住 第1193章 我是真高兴啊 吉子剑惊悚起来 惶恐不安地看着墓北 手手下留情 与此同时 密境外 吉族族长等人紧张起来 吉族族长直接朝密境内吼道 姓墓的 你若敢杀他 我灭光你全家 他这声音狂暴得很 声声传入了气韵密境中 落在墓北耳中 墓北吃笑 威胁他 他一剑斩向吉子剑 吃 吉子剑的神魂瞬间崩碎 吉族族长聚颤 双眼瞬间变得通红 不 他吉族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人杰 八卫的顶尖妖孽 如今就这么被墓北杀死 损失太大了啊 啊 他忍不住嘶吼 一口老血喷出 而后直接气晕了过去 族长 有人连忙跑过去扶着对方 而这同一时间 吉族其他高层也忍不住 沐吼 格格双眼发红 沐北则是平静地收起吉子剑的战剑和纳戒 收起竹灭的古镜和纳戒 而后看向骄傲和米烈等人 米烈死死盯着沐北 脸色有些不好看 可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 我不争了 他朝沐北抱了下拳 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 沐昕和洛商月 两人看着沐北 顿了顿后 亦是朝沐北拱手 而后退去 这一刻 三人都很清楚 他们打不过沐北 没希望的 沐北任由三人离开 与这三人没什么仇怨 既然三人已经后退 那便自然没必要杀 他看向那骄傲 骄傲看着他 冷冷地道 你倒是出乎所有人预料了 确实够厉害 沐北看着他 骄傲面色突然猙獰起来 宁笑道 可惜你注定是要死的 话落 他眉心突然绽放璀璨光辉 有一道龙笑自他体内传出 正耳欲龙 下一刻 一条真龙自他体内冲出 足有百丈长 盘旋于高空上 一股恐怖龙危顿时弥漫开来 刹那间 所有人变色 龙 骄龙族 居然有龙 不是真正的龙 也不是龙魂 那是龙力 没错 是龙力 不过 这龙力中蕴含惊人的沙发意志 这力量 怕是 超越八维层次了 有来自第一宇宙的顶尖强者心惊 不可置信地看向骄龙族 万万没有想到 骄龙族居然有这样的底牌 曲灵宇宙这边 有老辈强者看向骄龙族组长 将这等力量带上参与气韵争夺 不太合适吧 骄龙族组长淡淡道 有规则说 不允许带外力吗 开口的人沉默 确实没有这等限制 骄龙族组长笑起来 充满了得意 戏运先时 我骄龙族便收下来了 他们一族的始祖曾留下一物 告诫后人 只有族群面临毁灭危难时方才开启 骄龙族一直不知那是什么 这一次 戏运先时之争过于关键 为了取胜 他们强行打开了始祖留下的东西 而后发现 居然是一团凝聚成型的龙力 这龙力只能使用一次 但威能却无比惊人 足以拿下气韵先时比斗了 气韵先时 只要得到气韵先时 他骄龙族便可有无比辉煌的未来 于是 他与其他高层果断决定 让骄傲带着这团龙力参赛 更不用自然最好 但当需要用的时候 不必犹豫 一切以气韵先时为优先 气韵密境内 骄傲宁笑着盯着墓北 我会慢慢弄死你 让你知道 惹我骄龙族是何等愚蠢 墓北 他看着那百丈真龙 那浑厚龙力 他能清晰感觉到 非常责人 不过 他一点不在意 反而是露出笑来 他对骄傲道 我此时其实是很高兴的 感谢你族的这股龙力 这话让所有人愣住 不明白墓北这时候 为何会说这样的话 明明已是面临毁灭之灾了啊 骄傲宁笑 看来 你是下出师心疯了 没事 我帮你解脱 他右手一指墓北 百丈真龙发出一声龙笑 在他的驾驭下 直接俯冲向墓北 感受绝望吧 下一刻 百丈真龙俯冲到墓北跟前 龙威滔天 而也是这时 朱杰剑出现在墓北跟前 百丈真龙撞在朱杰剑上 不过 没有想象中的轰鸣声传出 更没有剑碎的声音传出 百丈真龙战斗 下一刻静止没入朱杰剑内 而后 坑的一声 朱杰剑绽放璀璨光亮 剑威瞬间暴涨 所有人脸色惊变 蛟龙族的龙力 蕴含沙伐意志的龙力 居然被墓北的剑吸收了 这 什么情况 大团龙力 威能可是超越八维层次了啊 墓北的剑 居然直接给他吸收了 蛟龙族族长大变色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他挤了 真有些挤了 始祖留下的底牌 毁灭性龙力 竟然没有伤到墓北分毫 而不仅没有伤到墓北 反而还让墓北的剑变强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乔宇和水多多等人也争住 完全搞不清状况 墓北这时握住朱杰剑 轻弹剑锋 坑 辽量剑影扩散 直接阵列附近空间 他看向骄傲 哈哈笑道 谢了哈 朱杰剑可是有吸纳龙力的属性 而吸纳龙力 可使朱杰剑增强 龙力 这与强大的神魂一样 对普通人是毁灭性的 但对他而言 却是朱杰剑的养料 骄傲身体发抖 不由自主地瞪瞪瞪后退 又惊又怒又恐地看着墓北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 墓北随手挥剑 坑 一道金色剑气瞬间将骄傲淹没 坑 骄傲炸开 连同神魂也一并湮灭 啊 骄龙族族长嘶吼 近乎癫狂 龙力没了 竭尽全力培养起来的年轻带顶尖战力 也没了 他双眼通红 急欲吐血 骄龙族其他高层也是难受到极点 一个隔止不住地发抖 这时 墓北收起骄傲的纳戒 看向不远处的一群年轻修士 这群年轻修士不由自主地一哆嗦 有人连忙解释 我们不争的 我们只是看热闹 眼前这位太可怕了 他们可不想被误会 墓北笑了笑 而后朝气韵密境外走去 成功了 赢了 水多多和乔宇激动不已 到了这时 气韵之争彻底落下帷幕 气韵先时真正被墓北夺到 柯正帆意识激动 双手紧紧攥在一起 好啊 好啊 不愧是这小子 这小子真是 他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了 而反观许灵宇宙其他大族 则是格格脸色阴沉至极 尤其是蛟龙族和极族 两族的一个个高层大人物们 双眼红的几乎要低出血来 气韵先时之争 他们不仅败了 而且损失了族中的超级天才 秦族这边 族长看向一个中年美妇 突然一耳光甩在对方脸颊上 啪 中年美妇横飞数十丈 而这美妇 正是此前去旋理宇宙招收人才的秦上 秦上艰难起身 看向族长道 族长 您怎么 话还没说完 秦族组长又是个空翼耳光甩在他脸上 啪 耳光声响亮 秦商再次横飞 口鼻一血 秦族组长猙獰的看着他 贱人 废物 蠢货 从现在开始 你滚出秦族 给我滚 滚 当初旋理大笔时 墓北明明各方面都取得了第一 但这秦商却与蛟龙族去争第二 将墓北这个第一梁在一边 看不起墓北 这让他快气疯了 这时候 他恨不得直接杀死秦上 若非秦商做出那等愚蠢到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墓北便会是他们秦族的人 这场气运大笔 便是秦族圣啊 可恨 可恨啊 秦商脸色苍白 看着秦族组长颤声解释 组长 我那时是 秦族组长力吼道 滚 他们一挥手 一股大力落在秦商身上 碰 秦商横飞数百丈 直接没了影 而另一边 百灵宫公主脸色也是十分难看 当初墓北是有去百灵宫的 想要加入百灵宫 可他却觉得墓北惹了蛟龙族 说了墓北会影响百灵宫与蛟龙族的关系 继而影响百灵宫对气运大笔的种种安排 于是直接将墓北惧之门外 现在才知道 他当时拒绝的 是整个百灵宫的气运啊 这时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玉出现在他前方 百灵宫众人连忙行礼 太上公主 太上公主 百灵宫如今最强的一人 老玉看向百灵宫公主 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公主 去后山面壁百年 百灵宫主俱颤 脸色瞬间苍白起来 太上公主 我 我当初也是为百灵宫着想啊 只是不想因他惹来麻烦而已 我 老玉冷漠道 所以才只是免去你的公主之位 只罚你面壁百年 否则 老生会直接宰了你 百灵宫主一下子瘫软下来 仿佛浑身的气力都被抽干了 无比悲怆的道 是 我 认罚 百灵宫内 一个轻群女子看着对方 轻声一叹 他当时接待墓北 就觉得墓北不简单 竭力劝过公主 可对方却坚持己见 始终不肯接纳墓北 他轻叹道 这或许就是命吧 注定我百灵宫与这场气运无缘 这时 这时墓北从气运秘境中走出来 顿时 所有人看过去 目光全落在他身上 第1194章一个比一个能吹 乔宇等人连忙迎上去 水多多有些小激动 漂亮的大眼睛中满是崇拜 看着墓北道 师兄你真厉害 乔宇微笑道 恭喜墓公子夺得气运先石 他身后 柳伯看着墓北感慨道 当真是太惊人了 柯正帆则是朝墓北翘起大拇指 道找不到话形容你了 牛强 墓北真的太强了 独自一人 利亚年轻一代所有人 而且是碾压 全程碾压 甚至于连蛟龙族的狂暴龙力 居然都没能奈何墓北 就离谱 传说级的离谱 墓北哈哈一笑 常规操作 常规操作而已 他将那块气运先石取出来 近距离看着气运先石 乔宇四人都被他的气息吸引 格格双眼很亮 下一刻 墓北将气运先石递给柯正帆 柯正帆愣了下 随后便是摇头 这是你抢来的 你自己留下 墓北道 当初说好了的 宗主你给我八尾单 我帮到眼宗争夺气运先石 如今 这应该是属于盗眼宗 柯正帆道 你帮盗眼宗报了世仇 对盗眼宗已是莫大恩情了 远非两枚八尾单可比 足够了 这气运先石 你收下 墓北道 可是 柯正帆打断他 别可是了 这气运先石 我是绝不会收的 收之有愧 他并非谦让 而是说实话 墓北加入盗眼宗后 相助他灭了阴阳门 这是为多少盗眼宗前辈 弟子报了血仇啊 而这之后 盗眼宗可招收弟子了 可以真正立于修行界 这份情 哪是两枚八尾单可比 名义上 墓北虽的确是盗眼宗弟子 可实际上 除了两枚八尾单外 他这宗主什么也没给墓北 什么也没帮到墓北 墓北完全是靠自己 这等情况下 他怎好意思收这气运先石 他没有那么厚的脸皮 做人得知足 墓北还想说什么 柯正翻道 行了 墓要婆婆妈妈 比没有亏欠到眼宗 一点也没有 如果你非要觉得有 未来多关照下到眼宗便行了 反正 气运先石我是绝对不收的 墓北苦笑 随后 他点了点头 宗主放心 只要墓北还在是一天 道眼宗的事便是墓北的事 柯正翻哈哈大笑 好好好 有你这话就足够了 比什么都强 墓北笑了笑 柯正翻对他道 走吧 咱们回去好好庆祝下 说完 他邀请乔宇和柳伯 两位若不嫌弃到眼宗比较寒酸 还请一起前往 乔宇笑道 前辈说笑了 前辈邀请 是我们的荣幸 柯正翻哈哈一笑 当下 一行人转身离开 回到眼宗庆祝 而就在这时 一股股含义落在墓北身上 蛟龙族族长交叶 集族族族长集成 两人面孔猙獰的朝墓北逼来 强横神念封锁了十方空间 与此同时 这两族的其他强者 将墓北一行人团团围起来 附近众人动容 有人皱眉 蛟龙族和集族 这是要集族力对付墓北吗 这般输不起吗 柯正翻面色为尘 看着郊夜和集成 输了就这般 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郊夜猙獰的盯着墓北 他得死 得死 集成没有说什么 只是猙獰的朝墓北走去 丝毫也不遮掩杀意 而这两族的其他人 亦是满脸杀意的盯着墓北 完全不在乎附近修士们的异样眼神 柯正翻脸色彻底省下来 蛟龙族和集族是彻底不要脸面了 纵然当着天下人的面 也不惜要动手对付得胜的墓北 这时 乔宇上前一步 他刚想说什么 被墓北拦下来 墓北朝他笑了笑 万元格是做生意的 一直处于中立 先扯进来不好 我自己来 他看向郊叶和集成 下一刻 嗖嗖嗖嗖 混沌葫芦 小顶 斩魔刀和吞天炉 齐齐飞出来 混沌葫芦蹦打 割几个 来划拳 小顶 斩魔刀和吞天炉 顿时飞过去 四个凑在一起 开始文字划拳 众人齐齐争助 而后齐齐动容 这四口宝兵 居然能无障碍交流 有人瞳孔走缩 难道是 气魂宝兵 气魂宝兵 天生地韵 具有自己的意志 价值无量 连来自第一宇宙的顶尖 强者也动容 直勾勾盯着小顶他们 木北则是脸色有些黑了 看着四个祸道 画锤子拳啊 这么多敌人 不够你们分 四个祸愣了下 混沌葫芦蹦打 好像有道理哈 小顶 斩魔刀 吞天炉 有道理 锤多多被逗乐了 眼嘴笑道 他们真有趣 好可爱的 木北祥无脸 这几个不正经或哪里可爱了 整天搞些花里胡哨的妖蛾子 尤其是那破葫芦 反骨多的一体 他对他们道 赶紧动手 这么多人看着 让我有点面子 混沌葫芦蹦打 面子是挺重要的 他朝斩魔刀 小顶和吞天炉蹦打 割几个雄喜 这么多人看着 必须把场子给厚脸皮撑起来 木北气恼不已 压低了声音道 这么多人在 不要叫我厚脸皮 混沌葫芦 好的厚脸皮 知道了厚脸皮 木北 老子小老鼠锦号百分号 水咄咄咄一声笑出来 而后又连忙捂住小嘴 看向木北道 不好意思 没忍住 这葫芦真是一身反骨啊 嗖嗖 就在这时 焦夜合集成出现在木北跟前 同时一掌轰向木北念门 死 两人面目猙獰 一口同声地喊出死字 皆是四十一镜 刷 混沌葫芦闪至木北跟前 混沌光瞬间卷开 砰砰 焦夜合集成同时横飞 这一横飞 各自横飞数十丈 混沌葫芦朝他们蹦打 奶奶的 不知道厚脸皮是本胡照的吗 当着本胡的面还敢对厚脸皮动手 谁给你的勇气 陈琳嘛 陈琳来 本胡也给弄死 骨灰都给他扬了 小鼎 也是我诸天万界第一无敌顶照的 本顶诸天万界第一 斩魔刀 也是本刀照的 顺带一提 本刀对魔无敌 吞天炉 也是我吞天炉照的 必须说一下 吞天炉只是本炉的名字 没有特殊意义 不是为吞天而生 当然 非要吞 以后应该也是可以的 众人集体发萌 这几件宝兵 怎么一个比一个能吹 墓北老脸泛红 妈蛋 好羞耻 老脸 还願 Fin 感谢观看